因為晚上有一個 下午有個東南亞 東南亞有個城市 就是城市想講一些東南亞跟越南 那因為基本上是晚上的晚宴 那晚宴的時候我們是這樣子 要參加上期跟晚宴交流的時候 是要9000塊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我們的那個秘書展 跟我們的秘書展聯絡一下 我想跟大家宣布一下 那李春福董事長 因為他贊助5000塊 參加晚宴 我們是不該鼓掌聲 掌聲 謝謝 謝謝 你們贊助 有人贊助記者上 剛好他也有請了 東南亞的陳美慧女士 陳女士 陳女士在哪位 不該鼓掌聲 掌聲 謝謝 他基本上在東南亞這邊 有開一些診所 然後掌聲 如果晚上有些商機交流 大家可以一塊一塊的 做一些商業性的談 大概有東南亞 越南還有中國 我想晚上歡迎大家參加 謝謝 接下來 每一個主講者分享的都非常精彩 因為時間的有限 所以我會這裡做一個控管的時間 當我走到你身邊來的時候 最後會剩下五分鐘讓你們分享 謝謝各位 好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一個環境訊息與生命 世界養生委員會台灣委員的委員 黃克蓮老師 黃老師 在嗎 好謝謝 掌聲掌聲 謝謝黃老師 謝謝 謝謝 感恩 各位前輩 各位貴賓 李市長 非常感謝 安排這樣的機會 我來到現場和大家來分享我的工作經驗談 那麼看到這麼多的精英前輩 那麼這麼多的貴賓在我的面前 我有些緊張 那麼懷著這個 這個榮幸的心情站在這裡 那麼我把我的工作經驗呢 雖然我們只有三十分鐘 可是我把它重點的分享報告 因為我所從事的是 孫心寧以及陽仔風水 還有DNA 我們生命基因的探討工作 將近三十年 從年輕到到 都在這個行業裡面用我的生命在做 是很執著於我的工作 那麼首先呢 還是再自我介紹一下 我姓黃 那個名字叫賀蓮 黃是草頭黃 公賀新奇的賀 蓮花的蓮 黃賀蓮 那這個 今天呢 我想把這個環境訊息 跟諸位來講的更深入一點就是說 它的原油呢 是中國的易經 環境訊息是現代的名詞 可是呢 其實它是風水灘予這方面的 那它的源頭呢 就是易經 易經呢 是我們老祖先智慧的簡經 也是我們中國一個國粹 國大精神 我所知道的研討的易經呢 它呢 是六千多年前 也就是在福西寺的年代 那時候都是神人 他們呢 是仰光 天象 天象就是風雲變化 日月星辰的變化 然後呢 俯視我們地面的所有花草 以及鳥獸 非情 他們的種種變動 大地的種種的不同的形態 然後呢 制定出了一個圖像 那時候沒有文字 一直到了呢 這個三千多年前 也就是我們周朝 周公 周文王的時代 才開始呢 有了文字的解說 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周公呢 他創了後天的八卦 佛西寺創先天八卦 周公呢 他創了後天的八卦 然後呢 他開始運用在洛邑 也就是他的 當時的首成 是在洛邑喔 那 這個洛邑呢 規劃成詞 當時就是以 勘語 勘語來經營 來計畫 是由這個周文王本身 他所做的 那 這個 源自於易經 這個勘語學呢 其實那時候是叫勘語 到後來呢 晉朝的時候呢 有了一本書 叫做藏書 也就是郭博這個人 所寫的藏書 那麼才開始呢 稱為風水 從勘語學轉為風水 那這個風水 他的來由呢 也就是說 我們呢 氣乃欲風 會動 但是戒水則止 那我們要使他呢 行之不動 使之有止 也就是藏風俱氣的意思 從那個時候呢 沿用了風水這個名詞 一直到唐宋明清的時候 是最兇盛 越來越兇盛 那麼就百家雜城了 那個很多很多的派別 一直到現在也是 有一兩百家 但是呢 比如說像紫白飛心啦 三元啦 三河啦 玄積腹啦 什麼玄空密子啦 九星派等等 這些雖然門派那麼多 但是敵不開呢 什麼 就是行氣感應 所謂的邪呢 就是看得到的 邪 眼睛看得到的叫邪 邪 那眼睛看不到的部分呢 稱為乙氣 就是氣的部分 我們看不到摸不著 也就是磁場 也就是能量 同一件事 那這個 所謂的就是 看知道看得到 就是有形跟無形的 他都包羅了 那所以我在這邊 重點的講也就是說 他除了行氣感應 我們在 看語的時候呢 他有分內局跟外局 這樣的重點 其實 如果把它濃縮起來 用比較白話來解說 因為我們在場 各位可能對這個部分 比較少接觸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我還是用白話的來說明 因為呢 現在呢 是一個整合的年代 21世紀嘛 我們都知道 他是一個 既古老又現代 然後又都西何必的時代 那我也是 那我也是 因為這個年代 所以我把我懂得 把我這二三十年的經驗 把它整合起來以後 用比較現代化的詞語 用此前句也來調達 那麼 所以呢 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種使命感吧 我覺得 用這個 比較科學的精神啊 或者是 我們用這個 現代的 比較理性的態度 來詮釋 老祖先的智慧結晶 我覺得這是 相當有意義的一件事啊 而且他又能夠活用在生活中 把易經的這個陰陽五行啦 九宮八卦啦 奇門遁甲啦 藝術靈動等等的公式 把它活用在生活中 再加上我們現代磁場學 能量的運用 然後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為我們調製 也就是調整製化 調整製化氣場 那我們居住在居家環境 或者是辦公室 都能夠呢 在一個比較相和的環境 在一個對我們有幫助的環境裡面 來進行我們的所有的事情 而且呢 如果談得更深入的時候 他還可以應用在我們的 因為易經的公式 他可以應用在我們的 俗話講叫算命 可是呢 其實呢 這一些公式 剛才講的陰陽五行 九宮八卦啦奇門遁甲 或者是藝術靈動等等 他是非常的古老的科學 我認為是這樣 因為呢 他可以算出我們 每個細胞 他所蘊含的 細胞染色體 都可以算得出來 他的頻率 還可以呢 由他這個公式去推算出說 我們的今生的死穴 就是說我這輩子為什麼來投胎 我到底要來做什麼 這個功課 還可以用這樣的公式去推算出來 一生當中最難突破的就是 我們的死穴 所以呢 我非常的用心研究他就是 我自己也需要突破 因為我自己 有我自己的綁點嘛 好 這一度走過來 我的人生也是盤和起落 非常的大 因為走這行的人 通常老天爺都會討厭他 給他很多很重很重的討厭 那麼他要用你這個人 你通過了他討厭了嗎 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一度呢 可以說是滄海難為水 無論是在身心啊 身體心靈 或者是我的家庭啊 各方面討厭都很大 那我想我也很感恩 這是一種萃取 雖然經過的時候很痛苦啊 但是呢 這個萃取之後呢 我希望我自己是慢慢的發光 發熱然後能把我手抖的傳承 給所有有緣的人 有興趣的朋友 所以呢 我站在這邊呢 也很興奮啦 因為我們的液經 實際上是很需要去把它發揚光大的 因為那是老祖先的智慧 那麼加上說我們現代的應用 我說明一下說環境的訊息 其實不只在我們台灣 在東南亞各地啊 日本啊 歐洲 美洲 澳洲 他們呢 現在慢慢的大學裡面都附設有這樣的科系 他們稱為環境學或者是方向學 那在這個 我所知道的在澳洲有個拉佩佩大學 然後在美國有個普林斯頓大學 也是室有這樣的科系 不只這兩所聽說越來越多 那麼美國呢 我知道的像以前的柯林頓總統 他也很主心風水 以及這個 還有一位就是布萊爾夫婦 英國的布萊爾夫婦 他們也是 他曾經拿嚴請風水師到宮中 幫他們做重新的調整規劃 那另外還有一位就是 這個英國的查爾斯王子 他也是 他曾經連請風水師去幫他的市議會 做規劃 興建 還有他附近的很多的社區啊 都是 引用我們中國老祖先風水的理論 連請風水師去幫忙做興建 規劃的 所以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梅茲爾 在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風水師 梅茲爾 他呢現在也是提力的在幫我們 義軍做推廣 因為他也是沿襲義軍的風水理論 在美國幫人家做很多的 這個風水探查的工作 所以他也是不斷的在發揚 在國際上不斷的發揚光大起來 那我今天呢 跟大家聊的就是說 這個風水的 風水其實就是環境 環境訊息跟生命的DNA 這樣的議題 所以這個 大家會想說 那這個到底跟我們生命DNA 有什麼關聯呢 我來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 生命的DNA 有個名詞叫生命的藍圖 那麼又叫做 我們生命的全書 又叫做 松果體裡面的記憶程式 那麼又叫做 黑盒子 潘果拉的黑盒子 又叫做潛意識 那麼呢 還有一個名詞呢 它又叫做生成八字 其實我們的生成八字 那個出生年月日時 就是我們一生的生命全書 那一本書早就寫好了 都在我們門內上 就是說 你必須去把它用一個風水 把它算出來 那麼這個風水 就是我們《易經》裡面所談的 陰陽五行 九宮八卦 西門頓獎 還有藝術練動 如果生安這些公式呢 可以透寫宇宙的真相以外 還可以算出社會現象 現在社會的趨勢跟脈動 更可以算出 每個人身上你的DNA密碼 靈魂的密碼 也就是說我剛剛有講說 我們這一生為什麼而來投胎 那這個靈魂密碼 大家聽過嗎 這樣的名詞 我們作為前輩 我想大家都是在各行的精英 一定都是非常現代化的前輩 既現代又是前輩 所以呢 對於這種靈魂密碼之類的名詞 也非常的常常聽到 這個靈魂密碼 我們要談的也就是 剛剛我們田老師有提的 量子的波動 量子的波動 因為呢 當我們從每個細胞裡面 我們全身也六十兆的細胞裡面了 他都記憶著這樣的程式 就是生命的DNA 也就是講 染色體它的波平震動 每個人都不同 那這個不同從哪裡看 因為你是跟大家都一樣 都很獨特的 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 屬於你自己的波平震動 那這個從我們的生命的程式 也就是出生寧願日食 是可以推上的出版的 那麼你的波平呢 跟某一個人的波平會有雷同共振 所以呢 我們會有一句話說 你跟某個人有緣 你跟某個人是無緣 也就是善緣和惡緣 因為在佛教來講 它叫地方式典的種子 其實他講的 也就是我們講的靈魂密碼 跟我們的生命DNA 是同一件事 佛教講過一句話說 夜感緣起 夜感緣起 那個夜的感召 所謂業力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生命的DNA 就是我們的業力的種子 它呢 儲藏在我們的生活體 那這個感召 也就是說你的時間點成熟了 你跟某個人結識了這個緣起 叫夜感緣起 也許你認識這個人 然後跟他特別投緣啊 那也許以前是曾經相識過嘛 特別投緣 相戀結婚了 成為一個家庭 家庭也是我們的生命道場 生命的道場 所以呢 就衍生出一連串的悲歡離合 人生故事 所以 其實說起來 這個有緣無緣 那個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不是今生的問題 跟前世臨世都有關係了 但是有的緣啊 它是惡緣 也就是說 你相識以後 產生了一連串的變化 彼此傷害了 或者是這個 讓彼此深陷在一種深淵中 無法自拔 那就是愛的力量 其實愛是最大的力量 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就是愛 但是呢 很多人是懷著愛來投胎 可是是來學習愛與被愛 這個功課真的很不容易喔 這個愛的功課 那所有的悲歡離合呢 人間世故 都在這樣的定義之下 我們碰到了 所以我說這個 生命DNA裡面 每個人不同 但是呢 我們學習的 最終就是要來學習愛與被愛 還有寬恕的力量 就是互相原諒這樣的力量 而來投胎 這是總結啦 可是過程呢 要像鍋洋蔥一樣 一層一層的鍋 它不是無風無浪的 因為它有很多的討厭 有很多的辛苦跟經歷 我們個人領利在心頭 每個人都有人生的過程的經歷 那如果說 我今天講到說 那這個環境訊息 跟生命的DNA 有一句話說啊 這個環境是我們心靈的靜子 那麼身體呢 是一個架橋 所謂架橋就是說 我們心靈的種子呢 也就是剛剛講的 生命的DNA呢 它透過我們的身體 像四面八方圖色開來 就形成了我們的磁場 氣場 同件事 那每個人有它獨特的磁場 那這樣磁場是成一個波頻的振動 我們剛剛詹教授也提過 它是一種波動的頻率 因為你的磁場 有怎樣的磁場 就會感召去住到怎麼樣的房子 是一定的 所以有人說 我因為住了這個房子以後 才開始走霉運 開始萬事都不順 非常的倒霉 其實不是你住進去才開始的 是你身上已經具有那樣的波動頻率 所以你會動陣吸引去住到那樣的房子 這叫緣起緣分 我會住這邊一定跟這個房子有緣 那這個緣起呢 就造成以後所有的遭遇 我每次到客戶的家裡去勘察的時候 因為我講的這個可能要用實證來說明 會更清楚一點 那我到客戶家裡去勘察呢 我舉一個例子喔 他是住在大甲 有一位呢 他是林先生 三十二歲 因為他聽我的那個廣播節目 然後打電話來約我 我說你先過來服務處好了 你會要請他過來 結果我通常的過程是 他說下來我會先問他 你合適喔 然後你的深層八字 你的姓名 我都會先問一次 先做紀錄 然後用我的這一套波式下去算 就是液晶的波式下去 幫他演算 告訴他你的問題在哪裡 我通常不需要他們開口 因為他一開口 嗯? 我要講要跟他講 所以我會跟他講說 你先認證老師說的準不準 所以我會從他這個部分先問 其實呢 他的例證喔 我這邊可以麻煩你嗎 那最後一 前面那邊 有一個他的案例喔 是案例分享喔 林先生呢 他姓林 但新年三十二歲 他住在大甲 然後他的命德是屬於我們 畢竟裡面講一個五行嘛 木火土金水 他屬於木命 但是他木的含量不足 就是頻率不夠 那我還有一個記憶 也就是說 他呢 他有一個死穴 我們從 這套公司可以從數字的連動 算出他今生的死穴是在哪裡 他的死穴呢 是在你叫七薩三關 那我解釋一下 普通我們看到有這樣的符號的時候呢 通常會告訴他說 你今生的功課就是病痛 你怎麼樣讓你的身體健康 就是你今生要學習的功課 因為有的人他就是病痛纏身 老是醫不好 雖然他只有三十二歲 他的眼光是黑的 然後額頭也是很暗淡的 走路也是沒什麼力量 無精打采的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們在八字學裡面 缺木的人通常他的老神經是衰弱的 因為木主我們的乾公然跟神經系統 可以知道說 我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晚上睡不好 你沒辦法睡覺 因為老神經衰弱 我問他說 你在勞累的時候 是不是四肢啦 手腳會痠碼呢 他說老師你怎麼知道 我說是你的八字高是我的 結果呢 我問他說 那你現在呢 那個工作是做什麼 通常我們的工作 會影響到他整個人的能量長 他說他現在是做那個螺絲釘 黑手 黑手啦 做螺絲釘 可是那個 那個剛好是屬金 因為他五行中的木不足 他又用行業的金來刻他的木 所以致使他根本沒有辦法 他的腦細胞是無法睡覺 晚上他說他都吃安眠藥已經四年了 越吃越重 但是他束手無策 那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這個還是要想辦法處理 不能再吃了 再吃下去的話 你醫生就報銷了 因為他不敢交女朋友 身體不好 不敢交女朋友 他除了這樣 他手腳常常痠碼 才三十二歲的年輕人 那後來我就告訴他說 你是不是還有一個狀況就是 家裡的環境 以我看他的這個八字 通常可以論斷他家裡的環境 而且加上他把地址寫給我 我們有一套叫奇門盾獎 一盾就知道說 他家裡的環境出了什麼問題 我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家的大門對出去 是不是有什麼 譬如說電線桿或者招牌 或者是什麼間的東西 對沖進來你的大門 他說 剛好有一個安全島的電線桿 正衝他的大門 我們知道電線桿呢 他也是屬筋在管的 他屬於電磁上 又叫頂心上 因為他衝進來 世病啊 他常常會覺得心臟緊縮 呼吸不好 呼不起來 他要很用力 常常要深呼吸 才喘得過來 他說是老師 我就說這個樣子啊 後來我就到了他 他的家裡去看一遍喔 除了說他的那個頂心上 那是電線桿 我還特別指給他看 我說你看 隔一條路的對面 那所有的樹木 全部都鋪掉了 因為那個煞氣很重 連樹木都受不了了 其實呢 綠色植物 他會替我們擋煞 他會替我們擋煞的 可是他是再度的那邊 幫不了他 那怎麼處理呢 像這個 如果以我們所知 各位在座的前輩 我們聽過說 像這樣的情形 該怎麼處理嗎 幫家 啊 建議他搬家 也是一個方法 對 可是我有建議喔 他說這雙子 是我父親買的 他父親 不贊成他搬家 這個 老祖宗的易經 真的非常的棒 那 如果說想要了解更多的 我們私底下呢 可以請教老師 那這個 時間的關係 對對對 很抱歉 那結合佛學 緣分 這個前世的姻緣等等 還有我們的磁場共振 都非常精彩 剛剛包括 第一位教授講的 也都是磁場共振 那如果說想要 想要多了解 私底下再請教老師 好的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耽誤大家吃飯用餐的時間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介紹一位 呃 林春福董事長 也是佳麗德的總經理 歡迎他掌聲歡迎他 他是最心整合了法未來的群心驅使 各位 各位嘉賓 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這一輩子我要留下什麼 我一直在思考 我們能留下什麼 那這是我媽媽的一句話告訴我 一個老人家 一習話救了我們全家 所以呢 媽媽跟我講這一個過程的時候 那我這一輩子要留什麼給人類 給社會 留我們的子孫 所以我常常在講 我們都不是神佛 也不是孔子孟子耶穌 所以能不能留下大智慧 給我們的大智慧 給我們的人類來學習 最少我們要留一個不生病的正確的方法 還有呢 留一個擴展的人生觀 這個就是我們最重要的 我今天聽前面幾個專家前面講得很好 不管是能量 在訊息 不管是電子 粒子 超流體都不管 我們最基礎的先做好 我們的基礎的是什麼 我們先了解自己 所以我這個題目呢 就最新的整合 療法是未來的訊息事 什麼叫最新的整合療法呢 一個觀念的問題 包括說從營養 溫度 物理 包括情緒 都會影響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就很簡單 第一個呢 先打開生命的記憶體 很多人不了解 其實我們生命的記憶體 你記憶連你的生命 你會長命 會短命 你未來會得什麼病 已經告訴你的一塊木頭 已經給你了 這塊木頭是什麼樣的木頭 你可以做什麼來應用 可以雕神火 可以雕家具 可以做柴火來燒 你先了解你自己的特質 你的體質 你先天的體質 包括你用了幾十年 你生命的記憶 記憶了你的過去的種種飲食 習慣跟情緒 記在我們的眼睛裡 所以我要講的 打開生命的記憶體 就在講這一幕 所以很多人說 一個教授活了一百歲 一百多歲 所以他怎麼保養 吃了什麼那種東西 就可以這樣了 大家都一直去跑 去一樣的 可以嗎 不可以 每一個人的體質都不一樣 我們看到了長瘦的體質 我剛才在外面用紅膜 幫那個解釋以後 我說你的父母都很長瘦 他說你怎麼知道 因為你也是一樣很長瘦的體質 但是呢 你因為喊引起了所有的問題 包括便秘、失眠、痠痛 所以他吃了死醒的安靡藥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是最簡單的 先了解自己 比如說這邊有六個眼睛 我們看到最右 我們裡面的左邊 左邊上面這個眼睛 它外面一層白色的 這就是喊 這就是老化 但是它裡面有好幾個點 推點 這個呢 是一個醫生帶來給我看 我幫他看完以後 我說你家裡有兩個人有癌症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你親宿一攬 生一攬 你可能會有三個癌症 結果呢 他本身他說 他覺得他全身都是癌症的 但是他不願意去看醫生 為什麼 他看到他姐姐 他的爸爸 因為癌症 去檢查 從切片 開刀 化療 變療 折磨到死 一年多的時間 他說他不要再去做這樣的無味了 這樣的治療 他寧可活得快快樂樂 病發死的就算了 我覺得 這樣的好不好 其實現在的 癌症的醫 醫學的治療 說實在的 我們認為不足的 也是錯誤的 如果到萬美沒辦法了 那開個刀先拿掉 但是需要做化療嗎 沒有 有沒有需要 所以很多醫生他自己得病了 他不做化療 那我要講的 先從我們眼睛來看 上面中間這一個人 他這輩子沒有生過病 連感冒都很少 我說 你醫生要賺你的錢很難 但是你以後 你這輩子賺的錢要去養醫生了 他說怎麼說呢 我都從來不看醫生了 你怎麼說這句話呢 我說我看到那個黑點 這個黑點你已經有一顆腫瘤了 在陰道裡面有大概兩公分 他嚇一大跳 他馬上去檢查 檢查出來確實兩公分的腫瘤 他說老師怎麼辦 我說你要聽醫生還要聽我的 聽我的我建議你怎麼做 結果他聽我的方式到現在五年了 腫瘤消掉了 所以呢 這個案例我的案例太多了 再來最旁邊那一個 他是酸重失眠便秘的體質 下面這個像太陽這樣放射的 這種人容易得腺體方面的疾病 肚腺 肺腺 尼巴腺 子宮腺 這種腺肌瘤 那這種體質你要怎麼樣去保養 再來中間下面這一個 這個眼睛一般來講 這種都是短命的體質 很短命的 大部分都不會活超過五十歲的 我幫人家看眼睛超過三萬對眼睛 但是統計下來真的 有的二十幾歲給我看不到三十歲死掉了 有的給我看他三十幾歲快四十歲 我說你已經死過好幾次了 急救過好幾次了 他說老師你怎麼知道 因為這個一感冒可能比較快去掛急診了 什麼昏倒送急診 發病危通知了 他說老師怎麼可能有這樣可以看出來 因為每一個人研究的領域不一樣 所以我把我們最貼切的 可以預防的 可以改變的方法教大家 那如果要談到更細的 同細胞 同能量 同分子 同共振 同頻率 那個太遙遠了 基本的都沒辦法處理了 你談那麼遙遠 真的可以真正的解決嗎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 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我一直在用各種儀器 包括紅膜 紅膜很好用的東西 紅膜我用了十幾二十年了 精度我用了二十幾年了 聖誕動作法 MRI 細菌 量子醫學 我研究了幾乎所有的 Quantum的 QRS的所有儀器 我都去研究過 找出一個最簡單 最有效 最快速 最準確的東西 紅膜跟筋肉 我就是一個人 紅膜筋肉檢測兩分鐘 兩個儀器兩分鐘就可以了 所以就可以把一個人的 你的經脈 我們所有五臟六的經絡 全部都看清楚 哪一條經絡阻塞 你的情緒的波動是怎麼樣 你未來會得什麼病 哪一條經絡的反應 就知道你的體寒 你喜歡喝冰水 你喜歡怎麼樣的一個熬夜的情況 我們都可以從經脈裡面去看 所以呢 我們要講的 大家可以去參考 健康不外求 徹底遠離疾病的關鍵 我們要先從我們自己了解 不要讓這個社會 不管是醫療 不管是商業的片面的 商業的行為廣告 誤導了 所以我們要講的 揭開疾病的真相 所以呢 各種疾病都是多重因引起的 絕對他就是單一 從我們的情緒 我們的飲食 我們的睡眠 這一些同時會引起到 我們所有未來人類 你的子孫會得病 那是什麼病 各種病 還有精神病 所以呢 我要講的很簡單 要怎麼把多重因改變 所以我常在講的 生命不可怕 無知才可怕 錯誤的觀念是最可怕的 十字毫米差十千里 請問一下 高血壓 可不可以治療好 可以治療好 可以治療好 那請問高血壓是什麼 引起的 情緒引起的 情緒引起的 好 很好 還有呢 其實我要講的 高血壓 我已經研究過 臨床過很多人 血壓在一百多兩百 高血壓就像我前 前兩天 一個教授來給我看 不會 量碗以後 我說你是高血壓 然後就是量血壓 一量一百八 一百八十幾 我就泡點鹽水給他喝 他嚇一大跳 老師你怎麼泡鹽水給我喝 醫生說我不能喝鹽巴 那再來呢 他又洗腎 他說老師我現在洗腎 醫生規定我 一天只能喝五百七七的水 你一次就泡四百七七的食鹽水給我喝 你是不是要磨彩啊 要害命啊 我說我教你的不收你一毛錢 對不對 我給他分析給他聽 第一個 你洗腎為什麼高血壓 因為水會洗得過度 水一過度的時候 我們要講的神經傳導就會受損 所以呢 你只要補充水分到血液裡面足夠的時候 他血壓就降下來 夾那他就會平衡 所以這是一個觀念 再來溫度 下膠含上膠燥 中醫的理論 下膠含上膠燥 上膠燥焦膠短就亢奮 屬於亢奮的狀態之下 血管一縮縮 那這起來了 你血壓降不下來 我只要泡溫的鹽水膠 一口含著一口含著 慢慢喝 喝完床運動放鬆躺完以後 下來的時候再量血壓 一個小時再量血壓 從180幾降到140 那都不可思議 低血壓從90幾降到70幾 他都太神奇了 真的不一樣 要不然他要吃高血壓的藥 所以呢 第一個 高血壓最重要的是 水跟溫度的問題 還有我們身體的主抗 所以你要怎麼樣遠離高血壓 第一個 水分一定要夠 如果水分不夠 很多人就都會腰痠背痛 尤其開車怕上廁所就不喝水 開車就會腰痠背痛 只要你一直補充水分 你怎麼從台北開到高雄 從高雄都開回台北 導致你不會腰痠背痛 因為我們水分不足 螳光筋會萎縮 那你就會痠痛 所以呢 觀慮很重要 請問各位 頭痛 我問一個問題好了 花燒會不會燒我腦袋 會不會 來會的舉手一下 會燒我腦袋的舉手一下 還有還蠻多的 好 那為什麼大家 有的都是專家級的 有的也是醫生 有的都是教授 為什麼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所以既然還有兩個答案 你說我們醫學我們的教育 是不是嚴重失敗了 如果我們一般的病毒 我們生肚它自然會去殺掉 所以它會產生溫度 就是花燒 那溫度不夠沒辦法 即使把病毒殺死的時候 讓病毒跑到腦袋裡面去的時候 燒到腦袋 處理一下是花燒燒到腦袋 還是怎麼樣 病毒 所以你們知道了嗎 花燒不可能燒腦袋的 我們身體的裡面那個神醫 它不可能傷害自己 是因為我們不懂 所以呢 花燒要不要我講 換你一個案例 她的婆婆 公安婆婆去大陸 回來的時候 一直花燒 高燒不退 就租進醫院 持醫院租進去 結果呢 燒退燒退 這樣折腾了半個月 包括說連抽骨水檢查 都檢查不出問題 當行物的也不敢出什麼主意 後來沒辦法了 她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跟她家人講 那我跟她講 很簡單 大量喝熱開水 還有身體用熱水袋 還有衣服都穿一點 大量喝水讓她流汗 只要能短時間流汗 那她燒就退了 我焦了以後 她做完以後 從此以後就沒有再發燒了 只有溫度 水就可以自買病了 所以為什麼 很多人不管任何疾病 到了醫院去 一定先打點滴 不管你怎麼不舒服 到醫院檢查不出來 結果去那邊點一檔一檔 欸好像好了欸 那原理是什麼 補充水混嘛 水混過了 你的神經傳導才會正常嘛 所以水混最不重要 水混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家 我們那個周商來品水是好水 水要怎麼喝也很重要 我常在講 一個氣喘的病人 我說你這杯水你敢不敢喝下去 她說我不敢喝 因為她喝下去馬上發作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叫她喝一杯熱開水 她喝了以後 很舒服 她要舒服 所以一杯水 它的溫度不一樣 對本體有多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現在人 大部分的疾病來自哪裡 來自 溫度 來自水分 現在人喜歡喝飲料 喝冰水 不喜歡運動 很多人說 哎呀很怕熱 怕熱是什麼 怕熱代表你上膠 吼望下膠 吼 所以呢 我們要講的 憂鬱症 躁鬱症 精神分類的 以中醫的角度來講 是嚴重的心症不焦 嚴重心症不焦 輕微的時候就是憂鬱症 躁鬱症 皮質不好 所以呢 當你家裡有這個 喜歡喝冰水喝飲料的 他的皮質不好 再來 很多人不了解 不了解什麼 我帶給我來看的 精神病的 憂鬱症的 躁鬱症的 恐慌症的 都有 結果呢 來穿了背心 穿了熱褲 我說你不用看 為什麼 因為他連穿都不懂得穿 他貪癢 哎呀好熱死的熱死的 結果呢 我告訴他 你要好 從此以後 假天給我穿什麼 穿衛生褲 然後 加上溫熱氣 溫熱氣 溫焦 乾甜蜜粉 然後加上只有 這樣蹲下去 站起來 每一天大量流汗 半個月 嚴重的恐慌症 都可以在一個月 半個月之間 完全不吃了 就可以好了 所以溫度跟水中不重要 太重要了 所以我們要講的 觀念群氣也是健康的關鍵 但是我們 這個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你基礎的 基本的沒有談 沒有去解決 談再大的理想 談再好的醫學 談研究科學 醫學怎麼研究 不是往來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 我 這一生所研究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任何問題 我都可以 為你做大家的分享 你的本身來講 包括很多很多的疾病 要對生自己的生命 而生負責 所以你沒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你沒有從因去處理 你其實在處理果 很多病都是被嚇死的 我來講一個案例 兩個案例 就是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呢 兩個都得了子宮頸癌 他們都鄰居 都是看一下那個醫生 醫生跟他講一句話 你們沒有開刀 沒有化療 你們活不到一年 結果呢 一個病人 他就聘醫生了 開刀化療 醫生都很快就可以回去了 結果我們開刀化療 第三個月直接死在醫院 那個聽我也講過的人 他來找我 我跟他講 怎麼用怎麼用 活到現在六年 子宮頸癌完全跑了 你說呢 我差不多講了 有時候有人跟我講 老師 那個醫院啊 好像拼電一樣 進去就是檢查 檢查中檢查器 還要告訴你怎麼樣 要切個片還要怎麼樣 還要把病交出去 所以醫生 醫院是在救命的 我要講 我不是排斥洗醫 醫生 醫院是救命的 不是保健的 要讓我們自己不生病 要靠自己 靠不了肥人 因為你的肚子餓了 我可不可以替你吃飯 你累了 我能不能幫你睡覺 你痛的我能不能幫你痛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我們要講 我的身體住了一個什麼 一個神醫 所以他本身 很多人說 你 我告訴各位 只要你們有痠痛 早上睡得痠痛 不用吃藥 溫熱溫熱 鬆鬆一鬆肌 我告訴你 三天 不會超過五天一個禮拜 百分之九十幾 你不要而已 但是很多人 一痛 哎呀 趕快 所以我還有一個案例更好玩 來我那邊躺躺床 我說 他帶他先生洗身來給我看 然後每一天陪他先生來 我那邊躺那個 送進氣洞床 結果呢 他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 我幫他看了以後 你知道嗎 我說你的身體 比你先生更高高 我身體洗身了 我不用洗身 什麼比他糟糕 你先生躺一躺不會不舒服 你躺一躺會要你的命一樣 可能嗎 他說躺一躺 隔天 一大早就打電話 老師老師 我都沒辦法起床 我要不要去過急診 我說不用了 我已經告訴你了 你只要多喝熱開水 隔一天第二天就好一番了 第三天就好七成八成了 到第五天幾乎完全好了 欸 隔了一天 他說 哇老師你好厲害喔 我真的只要喝水而已 我通通沒有去看醫生 結果呢 真的好一半以上 所以呢 要講案例講不完 所以我要講 每一個人都是在選擇 你的選擇 決定你的生命還是要交給醫生 決定你自己的健康還是要交給藥品 所以呢 別讓錯誤的認知與觀念 脫不醫生百病殘生 危害子孫 我今天在外面跟一個聊 我說你幾個小孩 我沒有小孩 有小孩很麻煩 他說呢 像他什麼 分財產啊 然後把老 那個父母送到安養院去啦 那安養院去呢 啊 說被餵安的藥啊 餵一餵死掉了 還有一位呢 他說 他很多財產都分給小孩子以後 小孩子呢 沒人要照顧他 說分給那個大的比較多 婚給那個女兒又比較多 結果沒人要 給他送到安養院 安養院送去以後呢 不到三個月自殺死掉了 這個就是我們家裡怎麼管理 所以我要講先把健康 不管你有錢沒錢 健康就是你最大的投資 最大的事業 但是不一定要花大錢 不一定要動不動去看醫生 你有針對觀念知識的時候 等我們的身體自然會修復 包括感冒要不要吃藥 感冒會病毒一直不斷的一個比較傳染 是因為每一個人現在的體質 含濕酸 是一個病毒的管子 只要你感冒了 我們身體 溫度夠了 水溫夠了 能量夠了 他在三到五天會合成免疫蛋白 自然就會治療好了 所以我們沒有去強化我們自己 我們一直往外求 往外求 這是我們最糟糕最糟糕的 所以我希望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 能帶給大家不一樣的思考 所以中英的真理啊 就是中英知道平衡 寒則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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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通則變 不通則通 所以人家說一通百通出百屁 哪一個要先通 什麼通通 一通就是我們的觀慮要先通 你觀慮通了 你要去做 肌脈就會通 肌脈通的血管就會通 能思能抑制就會通 不是嗎 對 所以這本書呢 叫一通百通出百屁 好 時間關係 我就很簡單的 要不然我演講 坐在了 有很多單位請我演講的時候 本來兩個小時 後來說 今天所有的 後面的 全部取消 請老師今天整天演講 好不好 可以 我告訴各位 我全世界都是演講 我一輩子就是演講 一輩子在研究健康的領域 怎麼能找出疾病的真相 怎麼樣解決人類病痛的問題 唯有你要從根本去解決 而不是說 蓋多少醫院 發明多少藥 我說 笑死了 我前兩天看到一個報導說 什麼什麼 白紅豆 萃取物可以 可以改變什麼 皮尿 你們知道嗎 皮尿多簡單啊 皮尿只有溫度夠了 你就不皮尿的啦 皮尿就是皮藍而已啦 了解意思嗎 如果會皮尿的 你只要給我穿衛生衣衛生褲 還有 穿襪子睡覺 他們各死的怎麼睡 我說你要睡覺之前很熱 你請你把它開 冷氣開冷一點 設定一個小時 當你睡著以後 你晚上整天都不用起來了 然後還有單點溫熱 單點要溫熱 社會性肥大 一樣很簡單 社會性肥大 社會性肥大 因為聖經 乾經 氣不足 煮三 只要你把這個溫熱 土聖氣 乾經 聖經 改善 放鬆 就可以改善了 那乾經 聖經怎麼放鬆 腳 你們有沒有緊很簡單 腳能不能攻起來 能不能把土 有沒有 如果沒有這樣 就代表你的筋骨卵 你絕對不會 社會性肥大 你絕對不會平量 你也絕對不會有什麼慢性病 你有慢性病的 你不相信 你蹲蹲看 你弄弄看 絕對筋一定是緊的 所以呢 我們要講 筋多一寸 顏色十年 對 所以我們要講 要怎麼樣 每一天 你今天不拉筋 筋就不拉你 你又貪癢 又喝冰水 又吹冰風扇 那你不是早死嗎 風寒風寒 一風則好 所以一直在講的 希望 喚醒大家 昨天有多少人到我公司去說 老師 天不可思議了 我今年的問題都能解決了 而且夏天 夏天 溫熱 你知道多舒服嗎 我講的 夏天裡面穿 穿什麼 穿衛生褲看看 你穿的一天兩天 你說 哎呦 穿的真的很不一樣 所以有痠痛的 有痴眠的 有便利的 有這個問題 請你保暖做好 多喝熱開水 筋骨鬆一鬆 不用吃什麼藥物 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們要講的 所謂不足 分類不足 分類不足 不平衡 筋骨不通 所謂不足 喝水 錯誤的喝水 筋骨不通 神經會受損 主幹半 就是筋骨不通 神經傳導 膠感護膠感 沒辦法平衡 所以我們要講的 要怎麼樣 營養不平衡 加上錯誤的飲食方式 那你怎麼會健康 最好的醫療 這些只要你懂了 還需要藥嗎 還需要醫生嗎 我們的現在那麼發展 科學強調科學 醫學 這是最真正的醫學 這醫學在自己身上 不是用醫學來謀殺你 用醫學讓你痛苦醫生百病產生 所以我們要講 一個觀念 一個簡單的 我們生活當中 簡單的懂得喝個水就好了 懂得保暖就好了 懂得一天花五分鐘十分鐘 半個小時 拉拉筋就好了 為什麼 大家動不動就看醫生吃藥 你不是很悲哀嗎 所以 要被疼痛 我們來看那個痛 痛裡面 疼啊 疼裡面是什麼 疼啊 疼 疼 疼 聽了疼啊 疼就是喊嘛 所以只要喊一定痠痛啊 只要喊一定痠痛啊 這個字倒是很有意思的 再來那個疼呢 疼裡面那個怎麼練 疼裡面這是疼 He isoro 疼裡面了 疼量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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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 它就是血道 就是我们血管 通道 通道你不通了 你经脉的通道不通了 那当然会痛 血管不通的当然会痛 所以我们要讲的 用温秋生成的运动按摩放松 简单有效 所以我们要讲的 我前一个礼拜 一个客人到我那边 他说老师你帮我叫救护车 我说怎么样 摸他的手像冰一样 他想吐 头晕 然后全身站抖 他说老师你帮我叫救护车 我一看不用来来来 到一边热菜水给他喝 加点盐巴 帮他把个罐而已 当场好了99% 他说太不可思议了 他以前只要遇到这样 他要住院 最少要半个月才能恢复 他说我不用 一个小时就完全无配物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健康 让我们子孙不生病 那有一个获得的人生观 那很重要的 不要一辈子打拼 赚两个钱 养医生睡病床给药厂 或者臭苦没尊严 你愿意吗 不愿意 不愿意 我今天讲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办法讲得很特彻 所以呢 希望大家 现在台湾平均 每一个人都要吃10点的药 你们愿意吗 不愿意 不愿意吗 我告诉各位 10月7号 8号 9号 10号 我在花博政议馆 每一天都有一场演讲 有兴趣 可以来听我的演讲 那如果你们有单位 要请我去演讲都可以 只要30个人 50个人以上 我都免费的去做演讲 公益的演讲 好不好 所以呢 跟大家分享 不要一直迷失 迷失什么民意 我们自己就是良意了 没有行为 一个正确的观念知识 正确的生活習慣 你就是良意 良意可以附业病 良意可以让病不上升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所以呢 我们要讲的 很简单 如果你们有兴趣 想更多的收入了解 那你们可以上FPG 打我的名字上去 有很多录影就帮我放上去了 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江一席 江那个记者 他以前听我演讲 也就是把我放上去 连美国 连很多国家的人 在FP看到都来找我 他说老师 只有我看到你的观念 你的理论 我父母只有你能救他 所以他把父母 摄影起来 行为症状摄影起来 传给我看 影片传给我看 然后呢 他教我怎么做 我说温酒器 我眼黄幻性的床天 跟温热器 给它温热 他说我是哪里买 他在美国买不到 他就叫我帮他买 我说那个运费很贵 他说没关系 多少钱都没关系 我跟听到他这样 我很感动 我都说 包到钱都业余花 你懂意思吗 但是我教各位都不用花什么钱 好不好 好谢谢 感谢 感谢老师 感谢老师这么棒的观念分享 平时保养真的是非常重要 感谢老师的分享 那私底下有想要请教老师的等一下到后台 再请教老师 再请教老师 了解 那平常就是说 保养自己 爱自己 那如果有哪里感觉不到舒服了 就是要去平衡的去多做运动 多喝水 这是很重的 那喝什么水 能量水 好不好 会不会有能量水 好不好 再用一点一点几句话 好 好 第一个 要不然几分钟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这位三位大家 实际上我尽量说 可以是你们讲的 不要说我们便当太晚发了 那不用怕便当没关系 等一下吃便当请到外面吃 那里面不能禁止 ok 第一个 谁记得要懂得怎么喝 当你们运动完口干舌燥像火在烧的时候 请你不要喝水 要含水 含在口里 含在口里 含个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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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到五口你绝对不会再口渴 这时候不能降体温的 因为那时候运动完身体在排汗排湿排酸 所以我们不要 运动完以后马上灌冰水灌冰水 那你里面有运动更糟糕 喝水很重要 很容易 所以我们要一口一口就要喝水 绝对不能用灌的 了解意思吗 是 了解 来 给你们问两个问题 你们想很想问的 只就举手发问 温水 喝温水 对 就是喝温水就好 好啦 因为也不干顾大家示范的时间 等一下有什么不了解的想跟我聊好不好 喝水就是要寒的几秒钟 喝酒一样 是 是 非常棒 这一场非常上半段很棒的分享 包括刚才这个田医师啊 张教授啊 还有这个 如何改变命运的这个易金老师 都非常棒的分享 那私底下呢 想要请教他们 我们可以到外院去请教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周理事长来为我们讲几句话 感谢各位 大家趁场趁到这个中午的时间 那下午的时候更精彩 请大家到时候下午 有没有离场 因为下午的时候 我们有叶志东医师 只要让大家认识一下叶志东医师 叶志东的序话 序话的很多的理学的观念 非常的影响了两岸 尤其大家现在在两岸里面 替台湾 还要替中国建制很多 细化的一些医学观念 跟医学的设备 跟医学的一些 一些产品 都非常的棒 当然医学的技术 所以下午的时候 我们的叶志东医师 会第一个上场 好不好 那再来我们下午的时候 我们的马方杰医师 马方杰医师在这边 再把马方杰医师 台大医学士 然后在美国拿下针灸医师 然后他自己本身 又是营养学的博士 然后在能量这个信息 医学这里面的领域 他专严了几十年 然后我们下午的时间 要好好的请大家 把他这几十年的一些医疾病 医疾病很多疾病 透过这几个方法的整合 对不对 对来的听众 对不对 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吸收 将来有这番 这番医的需要 你们也给他 顾那个马医师 好不好 然后再来下午的时候 我们也有了高国庆医师 高医师在这边 高医师以前是基生医院的成立 目前是基生诊所的负责人 目前又负责北韩 北韩这边的医疗 然后又是南京 南京医疗政策的负责人 所以下午的时候 对不对 他也会把这边的一些医疗的医疗 跟他的专业 告诉大家 我想 下午这样是很精彩 所以下午的时间的时候 请各位 应该留在现场 静静的聆听 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 那个便当谁引导 我们今天早上10点以前 OK的吗 对 大家陆续好不好 陆续排队 陆续排队去 10点以前来 陆续排队 请到外面 那个 我们工作人员那边去点便当 那10点以后的朋友 那就很抱歉 因为那个便当